早上六點多 客運料性駕駛一如往常出班 精神狀況看起來還不錯 但開到了產業道路路口時 前方一台砂石車 由左往右 駕駛這時突然回神 似乎是嚇到了睜大雙眼 但畫面就此停格 因為下一秒 想剎車已經來不及 運行撞上 我沒有聽到剎車聲音明顯 已經來不及了 對 救護車抵達現場 客運料性駕駛昏迷 腳卡在駕駛座 但腰部以上掛在窗外 傷勢嚴重 送上救護車緊急送醫 依然回天乏術 發現客運司機已明顯受困在車內 並呈現歐卡的狀態 那我們立即用長背板協助他脫困 送往我們的轄區責任醫院 客運駕駛一早六點 從二林出發行前 還做過救測和血壓測量 出示記錄表上頭一切正常 才上路不到半小時 車上沒有乘客 途中發生意外 客運車車頭撞擊力道強烈 擋風玻璃泉碎 車頭成了一團廢鐵 警方初步調查 駕駛沒有酒駕 初步懷疑是煞車不及 但造勢的真正原因 前方已經進入調查 要再釐清 記者陳孟輝 彰化報導 正在開口才能夠 換你身份 按照 拂